你要是能考零分 我就满足你一个愿望 真的吗 园子又考了一百分 真棒 谢谢妈妈 七宝这次考了多少分呢 五 五十九 又没及格啊 妈妈 我不是读书的料 你放弃我吧 这样 妈妈给你打个赌 我们做三次测验 你要是能考零分 我就满足你一个愿望 真的吗 你说话要算数 当然了 不过不可以空着不写 考个零分还不轻轻松松的 这题我知道 正确答案是A 我就选B 这题我不会 蒙个C 这个也不会 算了 乱写吧 考了多少分呢 妈妈 哥哥得了46分 连零分都考不到 还好意思说自己是学渣 我下次一定可以 我就不信了 零分有什么难的 完了完了 这道题也不会 28分 考得不错 你还有最后一次机会 妈妈给我几天时间 我要复习一下 啊 好困啊 圆子 这道题等于几 哥哥 3乘以2等于6 最后一次开始了 这道题是B 我选C 17减7等于10 我写9 14加4等于18 我写17 时间到了 起宝要交卷了 妈妈等一下 我再检查一遍 好了 这次没问题了 妈妈 哥哥都答错了 是零分 妈妈看到了吗 我考了零分 傻孩子 妈妈看到的是满分 什么 因为只有知道正确答案后才能全部做错 所以啊 以后不要再说自己不行了 只要肯努力 一定会有进步的 哇 哥哥好棒啊 谢谢你们 以后我一定会努力学习的 快说出你的愿望吧 马上就要高考了 我希望能给参加考试的哥哥姐姐们送上一份祝福 准备好了吗 开始拍了哦 祝参加高考的哥哥姐姐们 如愿以偿 前程四姐 其开得上 金榜一鸣 2021高考加油